下面我们看一下佛之心 佛之心 佛之心 闻思修心 佛则心 在哪里呢 是在 昨天我们讲到贪嗔痴 对脂肪如飞水一般的贪心 他方式如烈火一般的嗔恨心 据说如黑暗笼罩一样的 其实这个道理 真的我们现在的社会来看 贪嗔痴很严重 对社会 对国家 对我们个人来讲 贪嗔痴是一个负面的情绪 但是他真的是毒 我们可以看看全世界 全世界的历史也是这样的 因为贪嗔痴的原因很恐怖的 非常自私的 这一点可能我们 如果关心到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做法 最后我们知道 其实佛教里面说的是很对的 但是没有人去行持 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有感受的 我经常想 哎哟 佛教里面的这些道理不仅是口头上 实际上如果真的有世界上的很多人行持 至少是我们活着也是很平安的 很快乐的 对其他人危害得很少 历史也是这样的 现实也是这样的 未来也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要理解 人类整个社会 说是我们说法律 因果 还有崇高的德行 说是我们说得很好听 但实际上人相续当中有贪嗔痴的话 每个凡夫人最后做出来的事情 很多都是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好多事情是最后都无语了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未来也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全世界好多好多国家的行为 也可以看出来 昨天我们讲的贪嗔痴 无俗菩萨确实比喻的也是特别好 大家都要清楚 在这里现在都是讲出家论 有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大家也应该记住 同样 光与愿力 情有等的道理 《柔行论》当中也是说 自身本无常 又谈无常人 自己都是刹了刹了变化的无常的话 那你还要谈一个这样的 无常的人的话 很奇怪的嘛 然后《本圣传》当中也是说 若法行 释迦农业 若今家庭启成法 如果修行论 只有成功法 但是家业 农业 这些应该不会成功的 如果你是接近这些家庭生活 那修法肯定不成功的 《前行》里面说的是 火水不容吧 世间和出世间好多方面 修行当中确实是 不能一起使用的 其中讲说了许多在家的过法 和出家的功德 出家也意味着必须要对地方 亲戚 出手 生活等无有我所持 一般出家人真正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出家人 天天都是想着亲友的生活 想着这样的话 那肯定不是好出家人了 而过着一个非清住宿般的生活 自己生活这些都是应该 不用吞很多的粮食 一般非清住宿是他不吞粮食的 对吧 不过低速 他有一些有一些是 一般是他夏天的话 把足够的粮食吞了 我们不是地下面有一个叫做那个吗 他还是会有的 《约等经》当中也是说 恒无何则为我所 作为出家人 对什么都不要有我所 欲和皆无执着心 对谁都没有什么执着心 如独角树住此世 就像独角树临角 他就住在这个世间一样 如空中风四处有 就跟这个 其实真正的出家人应该是这样的 怎么讲 现在的出家人也是 虽然是家里面出来了 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结成一个家 东西也特别多 执着也是特别多 这样也可能末法时代的出家人吧 被经理想之后 如果住在每个地方 仍然被贪嗔痴控制 在于正法背道而驰 确实有些出家人虽然家里已经离开了 但是住在寺院当中 给别人经常吵架 经常被贪嗔痴控制 实际上跟没有出家差不多了 也没有什么 因为家里也造这些业 如果在寺院里面 他天天也是这样的 我那天也讲出家人 自己也不闻思 也不加入真正闻思的群体 一直占用僧众的一些财产 甚至供奉也不办 给别人的关系也不好 态度也不好 那这样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就没办法 听说我们这边 包括女众这边也有一些 希望你们自己也是该忏悔的忏悔 如果自己实在是各方面的因缘不具足的话 也没有必要一直不走 这样确实可能因为僧众也没有开许 可能闻思修行对法也没有什么信心 对别人好像有时候我们这个社会 现在经常不太正常的人 确实有时候比较麻烦 每年都是要送很多人 这样又送来以后又回来 这样最后我们也不得不 难听一点的话 让他们用其他方式来制裁 否则没办法 僧众会扰乱的 这是佛陀的僧团当中 以前也是出家的时候 前面都是问 你今生是不是正常 你是不是诸根不具足 出家的条件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混进来 然后乃至不走的话 可能也确实自己造恶业 不如现在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各个地方有寺院 有道场 自己在别的地方可能更好一点 这是一个建议 希望大家如果自己真正的修行 身体不太好 这样我们这边的相关管理人员 也是暂时可以跟他怎么样 也并不是一道歉 全部都是 只要不听话都是精神有问题 这种做法肯定也不对的 但是总的来讲 僧团是有个僧团的规则和僧智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想到业因果 如果业因果不相信 那法律和戒律这些都是更不用说了 应该在别的地方 如果你被贪嗔痴控制 那正法背道而驰 实际上出家不出家 可能不出家更好一点 不出家自己干活 自己卫生自己的话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如果出家不好好闻思修行的 让别人天天供养 享用三宝的心菜的话 可能更可怜了 以前我们学院里面 有一个人还手了 他比较智慧还不错 然后后来遇到 我们两个在成都喝了茶 他说 我这个现在很好的 我以前出家的时候经常害怕 我每天享用的财富不清净 现在我自己做生饮 我吃得很清净 不知道他真的清净吗 做生饮的话 此外 阿底下尊者也曾经说过 推翻古里目老欲 暂断受法束缚 远离情有与原地 贪嗔恶业之境 有所调理有害于心的对境 而恒常住在正常善法的地方 这个环境还是很有差别的 阿底下尊者后面也会引用一些教证 所以一般修行 初学者有一个比较寂静的地方 或者是远离烦恼的地方 是很好的 宗童巴尊者也说 远离恶经苦轮回 所以恒常无有贪嗔处 当然现在远离恶经 如果天天开电脑 天天看手机 那也可能更散乱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说 比如说看五个小时的书 一个人看一个小时的手机 对眼睛看手机危害很大的 然后还有些不好好休息 看连续片了 那这种我们这边还应该没有 可能百分之一和百分之零点也有没有 有个别的还是有 最后发现他们自己开始 没办法控制贪嗔痴 其实在这样 我的建议如果实在是没办法贪嗔痴 一直是上网 一直是做一些非法的行为的话 我觉得还是暂时离开 如果在外面混个两三年以后 看看有没有希望 没有的话 那还是你融入你的大海 如果你稍微有一点进步 再来 如果学院还在 再回来一下 也可能好一点 不然真的在这么一个殊胜的地方 这么三知识集聚的地方 具有大乘佛法的时候 你不去接受这个 反而一些世间的 没有任何事业当中去散乱 没有什么意义 不得瓦尊者也是在《教言录》当中说过 被禁离情有 当日日月逍遥行 日月他自由自在的 出家人应该是这样的 不知不具异地 不一定要具住一个地方 不然到时候造业了 本来抛弃故乡 断居情有的前年 放弃未经观察知识 这身都是中东巴尊者的教规 但遗憾是 后来的很多修行人 难以做到这一点 你看中东巴有三个教规 看看能不能做得到 我们每天课里面 你们自己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你要好好地记住 不一定所有的 我讲这个 不是让你所有的都记得 你对你自己修行 作为一个修行人 这个还是对我比较适合的话 你就开始记住这个 还有卡拉巴格许 劍密恶要地说过 抛弃善法 也就是抛弃故乡 抛弃家世 抛弃琐事 作为出家人的话 这些都能做得到 如果在家人的话 那全部抛弃的话 不知道 也是比较麻烦的 这是出家人的话 你看故乡和家世 还有琐事 琐事的抛弃也很重 再说 五诸菩萨本人也交接说是 《起贪罪恶缘之经》 具于增上三缘处 远离故乡 远离城市的意思 并引用了《入行论》的教证 而详细讲说了 修行大乘佛法者必须要远离 隐生贪嗔嗔之经的道理 而且他本人也是生贤施主 将此付诸于世间当中 讲到这 优优独播剧场集中 吟试团口 主持人 教掌机 教掌机 主持人 教掌 教掌机